母亲节刚过,看看这个老妈妈情何以堪 在台中市,这个老妇人今年已经88岁了 她有6个孩子 但是呢,大家为了争夺3500元的养老金 还有父亲留下来40万的遗产 不但闹翻了,而且互相告上法院 妈妈也不肯养 这一天呢,打零工的二儿子说她自己无力照顾 她在大雨天用轮椅呢,推着母亲要送到大姐家去 但是雨太大了,最后母子俩到警察局去夺雨 这个老妈妈被踢来踢去 让外人看了非常鼻酸 儿子推着88岁老妈妈进了派出所 两个人都全身湿答答 因为当天晚上风雨交加 母子躲雨躲到了派出所 他们两个都默默不语 然后就在那个休息区里面好像有心事 看到母子两人狼狈又憔悴 好心的远景赶紧来关心 这才知道,原来老夫人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竟然被孩子当人球 踢来踢去,旧快,无家可归 女儿竟然那么多啊 女儿竟然那么多,没人要找出一个截金来啊 姐夫跳出来说,推着老夫人到派出所的是儿子 他告诉警方是因为失业没钱 才会退着坐轮椅的老人家,要投靠大姐 但是姐夫说,二儿子的动机其实没这么单纯 不只二儿子为了父亲申请留下了四十万 和其他的兄弟姐妹闹得不愉快 另外为了母亲每个月三千五百元的老人年金 手足之间起了很大的争执 还反目互告 说穿了个个都是为了钱 才把老妈妈踢来踢去 才投靠大女儿一个晚上 又被二儿子带到了南投山区 几个那边为了争取安妮死我婆的那边变来变去 就那边变来变去,就是很幼稚 为了四十万家产和三千五百元的老人年金 一个家庭,六个子女闹得不可开交 还想弃养妈妈 高龄八十八岁的老母亲心情冷暖,可想而知 谢陈思源徐一林台中采访报道